我从小呢是去了英国 然后后来又去了美国读书 然后正好在美国读书的期间呢 接触到了这个 户外障碍跑这么一些个项目 正好这时候国内市场有空白 于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和我的这个伙伴们 就一起创立了这个Beatlesport 时刻浪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那么宁宁跑是我们第一款产品 手机在里面 手机在里面 那宁宁跑本身呢 是一个8到16公里的户外障碍赛 中间有穿插有30多个关卡 加油加油 但是我们不鼓励这个竞赛 而是希望大家更以团队的身份 去完成比赛 你看队友 那他主打的是户外人群 以及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中度爱好者 压力大的这个白领 以及这个极限运动的这个爱好者 你可以偷偷把它推演 我叫黄思辰 我是时刻浪体育的这个创始人 我们这个关卡呢 可能一个人过不去 希望大家这个互相帮助 时刻浪本质呢 它是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体育赛事IP的 孤化以及运营的公司 宁宁跑是我们第一个精品赛事IP 那么接下来呢 于年底我们还会推出我们第二个竞赛事IP 3 2 1 创业是有一种冲净吧 所以正好有这个时刻浪这个契机 其实我觉得创业本身是讲的缘分吧 你要有这个好的产品 记得的团队 那那个时候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我遇见了我现在的合伙人 然后也遇到了值得吹枪市场的这个产品 所以当时才由投资人 转变成了一个创业者 其实在做投行的时候呢 本身我也在做一些这个早期投资 那么之前其实体育领域呢 我们也算是陆陆续续投了一些项目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孤伦爵以及墨比健身 所以我能很早地对体育产业 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 所以当看到您跑这样的项目的时候 相对来讲 有一个很快的认知 并能把它迅速地执行出来 好 来 帅哥靠自己啊 来 下一个 美女你上 加油 这个猛 你可以让人在这带位 我们说OK就往里放就成了 每次都放一个人进来在这等着 好呗 来 帮忙 帮一下忙 上面已经太多人了啊 其他人必须都下 不然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关卡给封掉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体育跟商业是这个分开的 其实真正一个完善的体制内 体育跟商业是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比如说美国的NBA 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好的商业 体育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 那正好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 有一个开放的机会 就是我们在国内没有看到 做的很好的这个同类产品 那这就是我们当时做尼尼跑初衷 来 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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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成这样 在那儿跑啊 我应该去那儿来做也 哦 好吧 那从结果也验证了 我们当时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到今天为止呢 尼尼跑应该算是国内同品的赛事里面 做得最大的 也是布局最快的 那很多国外的竞争对手 在今年也进到国内了 其实我们是对他们的进入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本质上来讲 这还是一个小众市场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这个市场里头 能把这个市场做大 其实对所有的参与的企业都会有帮助 然后 来 你那个受伤的那个同学 你要不要退赛 你要不要退赛 哦 超多 好多 我很感谢我在海外留学的这段经历 因为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每两年或者每一年 我都要换一个城市去生活 让我学会到了怎么样跟不同的文化 以及不同的环境去相处 来 来 来 手给我 帅哥 我的眼睛给我 好好 互相帮忙一下 来 来 来 这段经理队伍在做公司的时候帮助很大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公司 有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到我们公司来 未必是体育专业的 太害羞是吧 但是都为了一个梦想 就是能够让辐射到的这种用户 能够更健康积极的向上的这种生活起来 运动起来 然后赛道的话 我们可能就看根据地区来回能够用 所以你看国外的校园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他会帮你免掉很多的这个学分 因为国外的教育是指说 如果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 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顶尖的水平的话 那我都会认可你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这也就代表说学习成绩好 但同时你有一项非常擅长的这个体育 大家才会认为你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人 前两天有一篇文章写到 这个很多这个华尔街成功的人士 其实都是体育背景出来的 我觉得其实大家与其说是崇拜这个 从事体育的人 不如说崇拜的是他这个 从事体育的这种精神 以及经历的这种过程 那回到学校内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会像体育是非常给你加分的 他会让你交到很多朋友 他会让你有非常好的这个圈子 他会让你变得更叽叽向上 我们是二代 富二代这个不敢当 首先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种观点 就是你从哪来也许会对你创业有所帮助 但其实大家独略了 其实创业本身它不是靠你从哪里来 还是说你过去累积了什么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是 有钱人创业会不会比这个 没钱人创业会更轻松一点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 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基本上大公司出来的人的创业 手里有很多财富的人创业 他未必成功几率有这些 一穷二百万人创业几率高 手的话就把手伸起来 一二三三 而更多是这个人在过去的经历 以及历练 能够为你在做企业的时候 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经验 以及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我觉得这点比起点本身更重要 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儿子或者女儿 其实所谓的创业嘛 就是要把自己扑到一件事情上 毫无保留的去付出 那在这里头 钱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因为现在这个资本市场非常的发展 这么多优秀的创投机构 都在市场上寻找优秀的项目 那关键决定你项目跑不跑得下去的 就是团队目标还有机制 跑泥泥跑喝格鲁特啤酒 oh yeah oh yeah 包括我们的那个衣服也都是 都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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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的